我是叶乔波 从事的是速度滑冰运动项目 然后我现在学的是国画 水墨画 首先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个盛世 能够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 它不分宗教、信仰 然后不同的肤色 也不分文化、政治背景 它是能够让在这样的一个大舞台上 让更多热爱和平的人团结在一起 也让人们能够共享 人性的美丽的这样一个体育精神 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 它比就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年轻人们 以及激励他们 可能比我在运动场上收获的那些奖牌、奖杯 更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我从事的这个运动呢 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那种爆发力的体现和速度 有的时候一瞬间就产生了胜败成绩 我就曾经因为0.02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跟金牌十字交臂 但是呢从事了这种运动 这种艺术创作以后呢 我发现我完全从那种高强度的快速的这种状态下脱离了 我画梅花呢 我画梅花呢主要是 想送给来自各国参加冬奥会的运动戒儿们 以最美好的这种祝福送给他们 因为梅花呢在中国呢是代表五福 它呢有五个含义 比如说和平啊 吉祥啊 快乐啊 如意啊 长寿啊 另一个作品呢 就是我是最喜欢最喜欢的 就是玉兰 虽然在春天开放它的那个周期 开放的这个周期非常短暂 有的时候是用很碎片的时间去画画 但是好像那种镜头 还是依然留有这个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吧